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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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大概跟哥巴拉肯定是有区别的 这个才叫左派的也是非主流 这个非主流大概比较广泛 那个 我是很长时间以来 一直是说我是这个 在否定十八世纪以来 西方的全部的社会科学 它包括它的政治学 经济学 法学 心理学 哲学都在否定 所以我这个是一个 一个侧头侧别的非主流 那么 今天呢 主谓这个 你们思想当中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主流思想 就是我是最非主流的 我是属于这个 最不入流的吧 所以前面介绍的那个 所谓这个家 那个家的说法 都是在主流系统内的这个说法 我什么家都不是 这个就是一普通人 但是人 这很重要 这个 那么这个最要害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跟这么多的这个主流学科 要我刚才这番话讲下去的话 基本上是说 这个跟北大 人大 党校 这个社科院的 和全国各地区社会科学的学者们 我意见从根本上讲都不同 他们认为对的我认为错的 我认为对的他们认为错的 反正是相互否定彼此彼此 这个 那么好 那个 他们怎么对 你们都有都知道 我怎么错你们不知道 所以我讲解我怎么错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 本来你的题叫 给市场经济逃上社会主义的龙头 那么 但是要学术化的题目还是这个题目 就是正反馈机制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 作为非主义 最要害的就在这个正反馈机制这五个字上 这个 我注意到的社会生活当中的总统叫正反馈的现象 那首先注意到经济生活当中的总统正反馈现象 后来要注意到政治生活 注意到这个 法学 心理学各个领域里头的正反馈现象 然后用这个概念 在颠覆十八世纪以来的 这个 各个学科体系的核心理念 那么 既然正反馈这个概念在我的思想体系当中是这么重要 我就愿意花一点时间解释解释 所以说结论是非常简单 但它那个原理那个推理过程是很值得注意的 因为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 可能我怀疑没有兴趣听今天的课 或者听今天的讲座 为什么呢 注意心理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较多 但都希望要找到一个确定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这个确定的解决办法 还真不容易 我是退退退退退退退 一直退到了整个学科体系的这个概念的根本否定上 在这个学科体系下 想要解决目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都不容易 可是要推到这个地方的话 很多朋友都觉得没有耐心 所以我们要 就要是这个要是那个 你跟我说 我们说这个思维方式上 思想体系上的这个 根本的差异过的颠覆 就我没有兴趣 没有耐心 有时候可能也不硬 听得懂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我非常遗憾 今天的讲座 只为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甚至 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听我给看它吧 觉得不爽 现在离开 比较比较节省时间 否则的话 可能听了两个小时之后 再来说这个小的说什么 胡说八道的 那这时候对不起 两个小时已经被我浪费了 这个 那我就不好意思 浪费时间等于摩财败命 就鲁迅先生说的话 作为一不小时 害了这位两个小时的生命的话 这我实在不敢当 所以我实现声明 今天这个讲座 不是过瘾的讲座 不是结合的讲座 实际上是 这个 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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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来肯定是属于 一个最奇谈怪论的 最最最这个这个 疯狂的一个想法 那好这个 开场白讲完 如果说还 还没有走的话 这个我就接着往下讲 我希望这个时候 有一份这个听众觉得 你讲的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听了 这个是最好 还要接着听下去 那就有点伤道的感觉要出来 你可能会被我这个带着带着 就带到一个不熟悉陌生的地方去了 我首先解释正反馈这个概念 正反馈这个概念 按中国哲学说实际上 它也很简单 我先不用中国哲学说 我先用这个工科 理工科思维说 因为我是理工科 因为我是理工科 理工科 理工科里头 这个 这个 在电子电路 这门课当中 它实际上讲到 这么一种 电路的现象 一个电子信号 一个信号 或者简单讲 就是一个电流 经过一个电路 它这个电路可能是个放大电路 输出的信号 输出的电流 是输入电流的落干位 然后再把这个输出的电流 再反馈到它的输入端去 再经这个放大电路放大 它又放大落干位 这样 这个电路就叫正反馈电路 因为它的输出又回馈到输入 再放大 再输出 再输入 再放大 直至这个电路是要崩溃的 这个正反馈电路 是我们各种正当器的基本原理 这个 其实计算机里头的核心 这个电路原理也是个正反馈电路 0101 就是正反馈电路机制下 才可能出现的现象 就是 简单说是 这个所谓的零的状态 就是电流在逐渐放大的过程当中 所以一就是突然这个爆炸是震战的时候 就达到一 然后 再下 再上去 这外充电路 0101 即使是有正反馈电路的构成 但是正反馈一次一次的崩溃 而形成0101的电路 那么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有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就是 正反馈 连同它的崩溃 构成我们人类生活当中 最令人迷惑的现象 首先讲正反馈的 这个这个在 逐渐 进展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人类社会 这个到今天 六十多亿人口 人均消费的资源 实际上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你要回到原始社会 旧时期时代 新时期时代 几万年过去了 这个才 转到新时期时代 那个技术进步的速度是 极其缓慢 后来就把石头磨尖了 就变成新时期时代 在磨尖的石头上 再给它捣鼓捣鼓 又弄出来什么青铜器了 什么铁器了 后来技术进步的速度 是越来越快了 就是它进步了的技术 有更大的能力去 这个 开发大自然 开发大自然过程当中 要产生出更进步的技术 这个就形成一个 技术发展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 根据我前面讲的 正反馈是要崩溃的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还没到 技术进步的崩溃点 那逻辑上是 一定会到技术进步的崩溃点 就由于技术不断进步 这个开决资源能力越来越强 然后促使技术更迅速的进步 然后开采更多的资源 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 直至达到地球上资源浩劫 这个环境失衡 人类灭亡的理由 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生活 很可能因为工业革命 加速了这个正反馈 而迎来一个短期内的变往 因为本来的逻辑上讲 如果是这个人类生活 是一个绝衡的话 我们可以是按照太阳燃烧五十亿年算 我们人类说明可以有五十亿年 但是因为这个技术进步啊 人类可能是在未来一百年之内就要变往 然后或者长一点就两百年吗 那这个就叫正反馈 就没有这个正反馈 就没有繁荣 没有发展 没有飞速的进度 但是没有这个正反馈 也不会有崩溃 也不会有死亡 都会有灭亡 就这个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好的方面你非常喜欢 但坏的方面 你想要避免它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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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恼火 那么 中国哲学当中本来是 就是中国的这个老子 是讲过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 人知道 损不足亦补有余 你把不足都损害掉 把有余都补上去 那有余的又来有余 不足的又来又不足 不足和有余都构成正反馈 然后达到正反馈的机制之后 这个社会就周期性的崩溃动荡 就是所谓王朝的这个周期性的轮体 按照正反馈逻辑 实际上是在任何体制下 它都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是你说封建社会 啊这个两体通关达到正反馈基点 然后崩溃 而农民起义 而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也一样 两体通关达到几点之后 一场大危机或者战争 正反会崩溃 这个 然后再重新积累 再崩溃 再重新积累 再崩溃 看 这个就要了 人知道神 神不足亦补有余 怎么样比较好呢 他要神有余补补不足比较好 神有余补补不足就趋向于均衡 这就是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中心概念 神不足以补有余 就是我这里讲的正反配概念 其实老子是把两个机制他都给讲了 那么放到经理学里头 我没有若干重大的现象 可以供大家去思考 这个 对我当时震动比较大的一本书 就是 钱德勒的看得见的书 钱德勒是哈佛特商学院的一个教授 这本书 连同他的 还有本更厚的书 就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跟我描述了 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的成长 是一个什么过程 就是一个 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过程 大企业热了也大 小企业最后只能给他成功配套 像他跟他竞争的小企业 对不起只能死掉 这个就叫损不足以补有余 然后大企业内部就逐渐出现所谓计划经济 大概马克思当年讲计划经济也是这个概念 就是由于钢铁厂 由于联合收割机厂 由于面包这个面粉这个生产机械 它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最后同等类型的这个 同一种种类的这个小企业 根本没有生产效果 就只能被击垮 然后因为小企业被击垮 市场被占领 你更有资金去改进技术 然后你的技术先进层都越高 这个就叫企业的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 这个概念实际上 跟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恰好相反 西方经济学认为 生产的边际效益是递坚 只要生产扩大 你的单位成本上升以后 单位成本带来的收益就会下降 如果这样的话 不可能有企业作弹 但我们实际上的这个企业 它就可能就是不断的作弹 为什么不断的作弹 因为生产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 就这个概念 跟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是正好截然对立 所以如果说前刀的对 私密就错 私密对前刀的就错 两个人实际上必居其一的关系 当然这个 再多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比较多的话 那就是说 私密要是对马克思就错 马克思要是对私密就错 肯定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马克思是提倡计划经济 但是计划经济逻辑上 它实际上是正反亏后期的一个表现 就是随着你的生产根不断扩大 你的计划越来越严密 这时候的计划经济效率一定是比较高的 这是一种现象 那比如说技术的创新和扩展过程 刚才讲了人类历史当中 你现在再看我们这个计算机 计算机有一个所谓叫摩尔定律 这个摩尔定律是怎么讲的 就是说计算机 集成电路 它的集成度 每单位面积上的这个 这个集成度 每隔18到24个月可以翻一倍 结果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每单位面积上的这个这个芯片 呃 那个那个那个 晶 晶 这个叫晶体管是吧 等个列度 直到我们今天 一台普通计算机 它的性能可能要远远超过60年代的一台大型计算机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性能一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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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增加 隔一段时间增加一倍 再隔一段时间增加一倍 而这个过程就叫正反馈 因为计算机性能提高 价格下降 而使得购买群体扩大 购买群体扩大之后 造成计算机的利润进一步的增长 进一步的增长之后造成 投入计算机研发的资金进一步增长 然后造成计算机性能的再进一步的提高 由此而形成一个计算机 这个集成度的增长的一个正反馈 罗络上讲这个正反馈也是要崩溃的 也是要崩溃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实际上已经 达到了这个 晶梯管的这个数量的 接近极限的一种状态 再增加不容易了 正因为再增加不容易 所以出来叫酷二 就双核的东西出来了 因为单核 你现在想增加它的集成度就不容易了 好 这个思路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它的扩展过程也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这个正反馈过程就意味着 我们90年代初期 手机那是很稀罕的 可是到现在的话 人手一部手机 你要把手机年销量的这个曲线 画出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这个 这个一个曲线 直至要通向崩溃 当然通向崩溃是 以资源作为极限 以资源作为极限 那么第三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房地产市场上的 追涨杀跌现象 或者我们次贷危机当中的 或者是股票市场上的 追涨杀跌现象 它都不是通向均衡的 都通向不均衡 这个 由于股票价格上涨 就让一部分人感觉到 买股票的人都赚了钱了 但还有一些人有怀疑 觉得是我上次刚赔完钱 我这次不进去了 可是过两星期的股票又上涨了 说你看再买完 你看 我两星期之前跟你说的 他还不信 再过三星期 他这个股票又上涨了 最后他终于耐不住 他就进去了 等到他进去的时候 啪 正好上跌的时候倒了 但是那个前面那个过程 就是股价越涨 吸引了新股民越多 新股民越多造成股价越涨了 这个逻辑就叫政坛费过程 等到上跌的时候 又是一个政坛费 有人开始抛 这有人抛就带动作为人也抛了 结果抛的人越多 价格越跌 一价格越跌 抛的人越多 形成一个上跌的增长 你从这里头可以看出来 市场价格是自动去均衡的吗 是不是去不均衡才是正常现象 是吧 从不均衡到均衡 那是一个崩溃的过程 是个毁灭的过程 绝不是自动调节可以完成的 这是跟我们这个八十年代以来 中央门店里头认为说 市场可以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佳机制 的表述非常不一样 市场经常一会儿 因为政坛费机制 把大量的资源聚集到一个 极少数的一个产业里面去 造成这个产业的价格 根本就离谱 然后下一段时间 又大量的资源从这个产业一测出 测出这个时候 这个产业又跌的 这个价格一落千段 跌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所以市场不能够自动配置资源 不能够自动倒向均衡 它是通过毁灭而通向均衡 如果我们当初知道市场 他们通过毁灭走向均衡的话 我们对这种均衡一定是有顾虑的 如果我们说市场它自动高抛低吸 贵了不买便宜了买 然后市场自动自我调节 这种市场它确实比较好 我们当初都弄错了 在我看来 然后再比如说 大城市的扩张和乡村的衰落合成 乡村的衰落就是 弱则越弱 可是大城市的扩张就是强则越强 北京如果没有北京户口的限制之位 北京城市的人口可能就 现在已经超过三千万 再不加限制 没准就超过六千万之的 它的逻辑就是这样 因为有行政力量 户口的限制 它在压制的北京市的人口扩张速度 否则的话 你看 因为人口大量的拥入 也就是资源大量的拥入 造成这个地方发财的机会特别多 然后因为发财的机会比较多 赚钱的企业比较多 所以政府比较低的税率就可以收到很多的税收 那个小城市的话 再高的税率 它那个总税源有限 然后政府拿了这么多的这个这个税收之后 就可以搞技术设施建设 搞公共设施建设 搞这之后使得这个交通通讯各方面更加便宜 吸引资源能力越强 这个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正常的构成 直到这个城市什么时候出现崩溃啊 就是就是比如说这个某一场 中流感是吧 因为在大城市里头 这种中流感这个流行的速度 显然比乡村快多了知道吧 哎 或者说什么 或者说由于一场经济危机之后 大城市里头失业也比较明显 这时候造成犯罪的流行 使得大城市发展速度所遗致 除非是这样 这个就叫大城市扩张的崩溃过程 但是在这个大城市扩张的这个这个 伸展过程当中 那个正反馈的自我增强过程当中 人们会感觉到很惊奇 这财富哪里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钱哪里来的 你都会觉得很惊奇 嗯 特别是北京市的老市民会感觉到 这个坐在家里头 你就看着自己房子称称称称展价 感觉很爽 然后房租称称称展 知道吧 你根本就不想干活了 这是因为城市扩张的正反馈效应来起作 跟你劳动是没有关系的 脱离关系的 那比如说我们实际上这个相应的就还有一个机制 就是路和车的正反馈机制 因为路修得好了 所以大家都去买车 对吧 因为买了越来越多的车之后 大家都呼吁去扩张路 结果路确实修得更好了 结果车就更多了 直到大家都独死为止 这个也是一个正反馈机制 当然就是进一步伴随的就是财富扩张的 这个两次分化过程 这个也是一个正反馈机制 你们是不是之前在看批评奥巴马的那个片子 是吧 奥巴马的这个写了一本书 叫《无为的希望》 我刚刚看了一点 我觉得他说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美国这个黑人社会的一个衰落过程 而且是一个通向无底深淵的一个过程 那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穷对吧 因为穷 所以只好犯罪 他是这个逻辑之间 他因为犯罪之后 周围的那些邻居就搬出这个社区 因为搬出这个社区之后啊 结果这个社区公共资源更少 警察又更少 结果犯罪就更多 然后犯罪的这些黑人们 他们生了孩子 他也没准备要把他教育成啥呀 反正这个单亲家庭也怎么上升呢 然后孩子一出来就是玩犯罪的游戏 这个就是一个衰落的正反馈 看 可是另一方面是这个比尔盖茨巴菲特的这个财富积累的正反馈 这个钱最后到他们手里是挡不住的来的 你几里糊涂的这个钱跑到他就把他拿到手里去 他没说要多少 这个钱就都去了 这就是市场机制内在的这个正反馈效应在一起做的 而这里头相当有成分 有相当成分是合理的 你按照你的这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什么什么 这个效率的概念讲 它相当成分它是合理的 怎么个合理法 就你看 假设一个学生 从小学习 很聪明很勤奋 他这个聪明勤奋 他是个正反馈哦 尝到了这个知识的甜头之后 完了就更有兴趣去读书 有更有兴趣去读书之后 他的知识智慧积累的更快 然后最后就可以赞加 赞加一个是什么 就你可能 一个星期干不出来的活 他一分钟就干完了 如果你要按结果来算 按劳动的结果来评判 你会发现 那个专家的效率它是高啊 如果你一个星期都干不出来 就给你一千块钱 那个老板还觉得给钱给多了 因为你没干活出来 我凭什么给你一千块钱 反之他那个一分钟 你给他十万他觉得值 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解决本身可能有 有十一万的价值 给他十万还不错 知道吗 正反馈是让人极其困惑的一个现象 他让那个按劳分配的这个概念 变得很苍白武力 对 我不是要鼓励不按劳分配啊 就我是说就假设我们这个机制是一个不反馈的机制 完全可以按劳分配 如果正反馈的机制 你咋按劳分配啊 你这个怎么按劳法呀 他劳动一分钟 你说给多少钱 他问题解决了 你说给多少钱 那是复杂劳动 所以复杂劳动 这个就是 就是复反馈的思想体系下 对于正反馈的机制 不能理解的时候 用的一个简单概念值得来 其实问题根本就不是复杂劳动问题 对于那个专家来讲 他那个劳动更不复杂 是个潮食 他已经多年积累过了 是个潮食知道吗 他一点都不费劲 问题就解决了 你费劳流进 你就解决不了 OK 可观众它就是一个事实 他就是在 他在做那个知识积累的时候 那也是一种劳动 你看你看 所以呢什么叫劳动 这个就变得非常复杂 OK 结果你就会发现有些人 因为他积累的这个效应 他极其强大 知道吧 有些人的这个劳动是不积累的 比如生产性的劳动是不积累的 OK 那有些劳动是积累的 结果他等于他一分钟 他要把一些一生的这个东西 都给你赚 看见吧 那好他每一分钟去赚一辈子的钱 每一分钟赚一辈子的钱 你死定了知道吗 这个就叫这个财富分配过程当中 震撼肺效应 我不说他那个巧语好多的一面啊 我说的就是非常震荡的 任何一个老板要面对两个雇员 一个十天都干不出活来 一个一分钟能解决 他一定能一分钟解决的 按照比如说你两个律师 一样的逻辑 有的律师他这个法律比较精通的情况下 他轻轻瞧瞧的一天 你点出来这个案子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怎么辩护 好这个在他这个常识问题 要一个新手 一个陌生的律师 刚刚毕业的律师 他好这个忙的满头大快 一个月过去了 实际上你一辩护你就输知道了 那你说你给些钱 是这个逻辑吧 这个市场机制就有这种强烈的 内月带的这种震态推特性 这种震态推特性是让人非常不安的 但他就是 如果你先从市场是自动的这个 可以配置 配置财富的 那这个市场其实很好 现在市场实际的结果是什么 是绝大部分的财富配置到一小丑人手里去 还常常用合理合法的名义配置过去 这就叫市场 原来 你用复还配基础这下的思想 根本不能理解 然后再比如说这个 浮动汇率 这个这个涉及到这个稍微更复杂一点 就是 1973年的时候 当外卫的汇率 从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的时候 当时那帮这个经济学家是有个信念的 觉得我们一切都可以相信市场来调节 为什么一个货币的价格 就是汇率 不能相信市场 我们也要相信市场 市场会自动均衡 不需要中央银行 也不需要我们一群政治家 一群经济学家 我们来讨论一下说 美元跟马克是多少比多少 跟内源是多少比多少 他觉得你这个定价就是计划定价 我们能不能相信市场 结果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结果就是开始有一小部分人 因为这个汇率在浮动啊 他去套汇 藏到套汇的田图 然后跟作为更多人去讲 说你这个钱 为什么不去套汇 结果就醒了一多人去套汇 最后达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今天外汇市场上 99%的外汇交易 它跟实际的投资和贸易是没有关系的 全是套汇 就在这种情况下 浮动汇率是老实际上是不能维持的 客观上怎么这样维持 对不起 不是市场自我调节自我均衡的机制 在维持欧元和美元 欧元和家元欧元和澳大利亚元之间的 相对的稳定 靠什么机制 靠各国中央银行的干预 假设没有中央银行的干预的话 美元一会儿是穿到天上去 一会儿掉到地上去 整个世界贸易是没法做的 可是他就相信 他就相信 逻辑上讲 浮动汇率是合理性 是靠市场自动均衡这个机制 来自我论证的 实际上靠的是政府干预 也就是他做的 他是不说的 说的他是不做的 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这种东西可以让我们整个 学汇率 学金融的 学国际贸易的学生 通通成为废物 就他学的根本不是现实 现实根本不是他学的 这个股票市场 因为这种正反推机制 使股票市场 也远远脱离股票市场设计的初衷 原来股票市场是要干什么的 原来股票市场是希望 要成为一种筹资融资的方式 是服务于社会化大生产 是某种程度的公有化 社会化 不好 大家手里头的闲钱 这回别放到银行去了 咱投资民主化 你过去没有股票市场的情况下 这投资 你手里头有闲钱 你只能往中国银行放 往中国工商银行放 你没有别的去除了 只能委托那帮银行家去给你投资 现在不 我们现在投资民主化 那股票市场就可以干这事了 你手里头有钱 你也可以投保钢 你也可以投石化 可以投中国电信 你还可以投什么行销钢购 总之 这叫民主 这叫投资民主 而这叫这个 这个资源分配上的 相近一种 一种自动均衡的资源分配机制 只要哪个企业好了 大家都去投资 一个企业搞得不好 我们就撤出 看见吗 高发低息 这市场能够发挥 对于企业的评价值 股票市场 实际情况是什么 实际情况是 股票市场和其他市场一样 不是服从那个 自我均衡自动调节机制 它是服从那个 正反汇汇率 所以一个再烂的企业 只要有庄稼去炒 它可以把股价炒到天上去 一个再烂的企业 只要有人跟个砸 就可以把你砸到谷底去 世界上所有的股票市场 都是赌博市场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内在 是一种正反汇的 最长刷跌机制在一起做 还有期货市场 也有类似的特点 本来说 期货市场要干什么 也是要套期保值 规避风险 稳定生产 相信有了期货之后 能够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 使得未来的价格能够稳定下来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在放大价格波动 去年一年我们体会的最明显 这石油价格 这石油价格 从六七十美元 车一下子弄到一百四十七 快一下子掉到三三四三美元 这就是 就这么一个蹦法 是吧 我们的烈的市场 铜的市场 铝的市场 都经过了这种 打击大落的这个 这个这个 变化 那为什么 因为期货市场 不是在让价格自动均衡 是 通过期货市场内在的震盘 可以继续在放大波动 放大空间 那当然跟着就是 衍生金工商量的市场 设计之初 相信市场是自我均衡 自动调节 是个避险功能 一实施 它就是放大空间 只是可以把整个世界的 完经其位置 这就是说 整个的这个西方经济学 它因为相信自动均衡的这种机制 实际上 这种机制不起作用 然后出来了一系列的乱子 就是指导思想上 就根本的问题 那么这些正反飞其实 让我们迷惑的特点是很多的 第一个特点就是 正反飞是什么 正反飞是生长 繁荣 创新 创造 我经常讲去 我们再多的每一个人 我们从母亲怀里头的一个受精管 然后分裂一变二变四变八 这个就是一个正反飞 我们现在身上几千一个细胞 还几万一个细胞 我不知道 总之你怎么想象出一个细胞列变过来的 不是一个正反飞机制 你是无法想象的 一变二 二就是个结果 再反飞一次 二变四 四又是个结果 再反飞一次 四变八又是个结果 直至人体变得 我们就有这么多希望 当然如果我们一直这么反飞下去 我们就是巨人症 就停不下来 长高速停不下来 幸亏我们到某个时候 加进去了若干的负反飞机制 这样人体就可以均衡稳定下来 但是他的前期一定是一个生长创造发展的一个正反飞过程 好吧 正反飞机制 老实际上真有好的一面 如果看不到这个正反飞机制好的一面的话 基本上就不懂得新生事物是怎么成长出来的 毛泽西当年大概有这么一句话 大概新生事物是不可阻挡的 所以以正反飞的方式发展的新生事物是不可阻挡的 小草或者大树 它都有一个细胞裂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它都是一个正反飞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很难阻挡的 中国共同红军 它也是一个正反飞的裂变过程 而中间当然有一些动荡 从这个从三万改变以后的几百人 后来裂变到几千人 后来裂变到几万人 后来裂变到三十万人 咔掉下去一次 变到三万人 那总比起点的时候三百人多了 完了再裂变 就裂变到 裂变到四六到四九年的时候 毛泽西本来准备大概十五年时间 打开讲解释 最后三年时间稀里糊涂就完成了 靠什么 因为它后来的力量是以正反飞爆炸的方式在发展 所以正反飞它是生长繁荣创造 但是这个正反飞就使得它有历史感 就是三三年三五年的这个工农红军的那些将领们 吃不吃不着 穿穿不着 喝喝不着 这个啥都没有 完了这个特监口 他还是高级将领 现在 这个体系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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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之后 哪怕一个小乡长 什么活都没干过知道 这个什么贡献都没有 还天天腐败 但是他生活的特棒 因为他是在正反飞的后期 就 他的逻辑就是正反飞前期是劳而不获的 正反飞的后期是不劳而获的 知道吗 不但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有 劳而不获和不劳而获的差别 就你把这个正反飞 可以延藏到一个历史过程当中 前期就是劳而不获 后期就是不劳而获 我们今天这个 坐在这里的时候 真想一想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想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人 天天靠这个靠看电视 写文章 读报纸 最后还能够有收入 这很奇怪的事情 说到底是人类技术正反飞的 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 这你回到原始社会去 你要想一想 那大鱼 大鱼这个作为国家领导人 他腿上是没有毛的 他都是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 那个皮肤上的毛 都被黄河的浇泥啊 或者长江的什么泥沙 他不得冲掉了之等 这个就是要理解啊 他首先是一个伸展繁荣创造 其实就是周期性的崩溃 甚至是人类的灭绝 如果我们不在一个正反飞机制里头 加进去若干复反飞机制 那他这个灭绝是会比较快到来 第三就是 那就财富分配上两极风化 而且不理你是什么封建社会 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什么社会为转移 我这个话 有一个前提啊 前提是人尽自私 人尽要是不自私的情况下 他自己就造成一个负反馈 OK 人尽自私的情况下 人都是贪求物质欲望的情况下 你无论什么社会制度 他都阻挡不住他的正反馈 比如说这个我们原来想 有了公有制之后 这个可以避免两极风化吧 哎不 假如说公有制当中活动的人 都是自私自利的 你会想想怎么办 公有制当中活动的人 假设是自私自利的 那他就是为公服务的时候 他就 他就官僚主义 他就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然后说有力了 有力了他就是 就一天就给你办 他就设计就很好办 最后你就会发现 就是权力 这个金钱和资本 和知识 它勾结起来形成三角 三个正反馈相勾结 权力自我服务的正反馈 资本自我增强的正反馈 以及知识具体的正反馈 三则合起来就是一个铁三角 普通的民众就没有出错制 所以公有制 它需要相应的价值观的配合 如果价值观是私有的价值观 这个老实家公有制或者是没效果 或者就是这个公有制就变成官僚所有制 好 第四就是路径依赖和先发优势 回路径依赖就是西方制度学派的这个一个概念 这路径依赖就意味着 你单 是认识这个事物是以正反馈的眼光去认识它 那么神教路径以外 就你的这个结果和你的起点有一切的关系 如果你的起点之初 你在起点上 选择的比如说 你正好出生在一个微雕世家 就是大意上去雕刻这个《红楼梦》的人物 微雕世家 你的起点是个微雕 然后你在微雕里面里头正反馈 你就成为微雕大师 如果你是一个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结晨念头的设计专家 家里头出生的 然后后来以后这个里头一个专业有兴趣 最后成为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设计的高中 看 就都是正反馈 但是你这个路径不一样 选择的起点不一样 结果差一几起巨大 施质毫里没有一千里 就我们今天的结果是前面给我们决定的 OK 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 因为是个路径依赖过程 自由主义者常常以为我们可以再选择一遍 他说我们假设再选择一遍怎么办 他历史就常常不给你再选择的机会 哎 这个路径依赖有时候 这个还以为的什么 路径依赖还以为的这个偶然性非常重要 你进入这条路或者进入那条路 这是不是必然的 他说不必然 偶然性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两种都是可能的 通乡死亡和通乡生存其实都是可能的 但你走上了一下通乡死亡之路 对不起 你出不来知道吗 为什么比如说吸毒的人 你让他戒毒挺难的知道吗 因为他们吸上一点毒之后他感觉很爽 然后下回就能再多一点 多一点改更爽 下回再多一点还爽 直至吸死为止 就你出不来知道吗 吸毒也是个路径依赖的一个正反对过程 我们玩电子游戏玩计算机游戏也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 路径依赖跟成瘾是很相似的 有人画画成瘾他就成为画家 有人写文章成瘾就成为作家 有人啥都不成瘾 那才是什么家都不成瘾 就你会发现 好的成瘾和坏的成瘾啊 你必须要分 有些就是坏成瘾 就通向死亡之路 有些是好成瘾 你要什么都不成瘾 那猪它是什么都不成瘾 你知道吗 OK 你得成一个好瘾 看见吗 人类社会也要选一个好奇点 否则的话我们进入这个一个坏路径之后 那路径一来你就出不来啊 你只能等着它崩溃 一点脾气都没有啊 还有呢就是所谓先发优势 先发优势这个概念其实 就是相对于那个先发 这个后发优势来 就是中国这个搞改革开放用的概念 其实后发优势 说这个没关系啊 我们自由贸易 我们有后发优势 人家研发的这个大飞机 我们直接拿过来用 是吧 这个叫后发优势 或者我们能够 哎 跳过它 技术路径发展当中 很多步骤 我们直接去解释它的叶片 解释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我能燃烧的这个机制 哎 我们直接可以用 这个叫后发优势 体验比较高 但如果知道那个路径一来的概念 知道这个赠满飞的概念 对不起 它就是先发优势 它已经积累了多少年了 你刚开始积累啊 或者你想中间切进去啊 一点细都没有 由于技术 常常存在先发优势 所以我们技术落后的国家 跟技术先进的国家一竞争 不是技术落后的国家 能够变成先进国家 而是你的落后技术体系被淘汰 然后它的先进技术覆盖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全部领域 然后你就死定了 嗯 这是因为 因为路径一赖 因为先发优势 因为政坦愧极致在其作用 第五点就是 垄断 竞争是通向垄断的 你比如说这个沃尔曼 典型的一个是通过竞争通向垄断的一个道路 沃尔曼 沃尔曼 刚刚做杂货店的时候 它的采购成本非常高 它也没办法让人家的货 让人家先放货 完了我再给三月以后 赞期给你钱 做不到 知道吗 你拿货 你拿货的话 还是说那你80%的这个 这个工 我只能80%的供货价 100块钱东西 80块钱给你 可以 说你要50块钱给 没本 可是随着这个沃尔曼 全球采购量越来越大 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最后它说 100块钱的东西 我10块钱就给你拿下来 你给不给 因为它太厉害 它的采购批量太大 最后你还得给 然后你10块钱没给它 它贴上它的标签 100块钱就往外卖 靠的是什么 实际上靠的是 这种正反馈极致 OK 然后 由竞争而通向垄断 然后把对手都给干掉 我们去饭店里头吃饭 注意到啊 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怎么挑满关 一定是挑哪有人在等位 是 你去挑 那错不了 你说这个 按照市场这个规则 说哪人少 咱哪去 因为服务方便嘛 肯定挑错了 就是因为哪人多的往哪去 所以 一个区域里的饭馆 过一段时间之后 其他的被淘汰掉 然后他一家就 都大 这个叫竞争通向武馆 这都是正反馈极致在起作用 当然还有资源配置 这个 因为它正反馈极致 配置到一定程度之后啊 它就会可能出现毁灭 所以 那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 似乎主流精神 又有 有一点道理吧 你这个区域 饭店 别的都被煎冰掉了 就一站特大 然后这一站特大 反正这个时候你 你吃不吃就它 然后它逐渐毁 就逐渐服务质量下降啊 这个饭菜的这个性价比丧失啊 然后最后 来顾客流失 然后这时候周围就冒起来 新的这个企业 但是通过毁灭 而通向均衡 它不是自动 自动 资源配置上 这种创造性的毁灭 还以为了什么 就是一种新的正反馈的这个 东西出来 比如这个录音机 我们现在这个录音机 大概 我估计一定是我们后来的这种 那个计算机的成组原理的录音机 而不是原来那个 磁带录音机 好 假设说我梭尼公司做磁带录音机 我做做做 我把磁带录音机做了全球最棒 然后我在全球各地开磁带录音机的分产 往印尼开 往墨西哥开 往委内瑞拉开 往美国北美开 啪啪啪的开了越来越多的时候 创造性的毁灭的时候到了 因为有一种新的录音技术出现了 那个录音机是录音成本 原来磁带录音机要低得多 生产装置要便宜得多 知道吗 最后 就是你开了那么多的工厂 每家工厂都ISO9000啊 ISO9002 你这个标准越来越多 而你这个生产管理都越来越棒 知道吗 然后再你死了 就是因为有新的技术出现 你原来的那个振坏的这个就被淘汰掉了 这个体系就整个被淘汰掉了 这个第七个特点就是 正反馈机制常常是反调节的 具有反调节能力 我们这个政府老想调节市场 对吧 如果市场是负反馈机制 你比较容易可调节 是正反馈机制的时候 它具有强大的反调节能力 就我们去我们这些年 在房地产市场上感受的最强烈 03年到07年这段时间 政府已经觉得房地产有泡沫 所以出台湾一个文件 再一个文件再一个文件 老想去压低房价 结果那个房价的这种这档杀跌 其实它有一种反调节能力 你知道吗 政府出的这个税收越多 他觉得那未来价格涨的会越快 你知道吗 结果买房的人就越多 结果那个老想如果设计的收入 他说明就把它压下去 把需求压下去 结果因为他们追涨 杀跌的这种震反馈机制 使得房价一路走高 好 但是这个不是不起作用 等到哪一天反转的时候 这些措施都起作用 就是说你在家各种各样的措施 你要有温暖的这个市场 你越温暖大家越丧失信心 然后这个一路奔向过底 就是这个市场 就有这种反调节能力 那好 我不去进入去展开 比如说政治领域里头的正反馈 比如心理领域里头的正反馈 比如说这个社会领域里头的正反馈 我不多去展开 我就说假如说我们认识到 市场充满了极其丰富的 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各种各样的正反馈 正反馈制 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市场经济 如果把市场经济 市场机制全部都取消掉 全部都取消掉的情况下 也是 也是有一种可能性 它里头可以出现正反馈 那比如说啊 我们曾经在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逐渐达到了全国的计划经济 基本上把市场成分 百分之八九十 或者是百分之九十 九十五以上的这个市场成分 都可以取消掉 都变成计划经济 假如说都变成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情况下 人还是自私的 那这个机制 这个体制下 就不容易出现 生长创造繁荣的这种局面 假如说 在计划经济公有制的体系下 里头有一批所谓叫又红又钻的人 里头有一批为人民服务的人 这里头就可以出现 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正反馈 就比如说陈永贵 对吧 比如说王进喜 比如说前学生 这批人是 拿了工资 他是大锅饭工资 但是钻进去了 钻进去了之后 他自我增强 他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越强 他越愿意为他服务帮 愿意为人民服务 然后专业技术的这个动力越强 看见吧 这也行 所以前三十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它客观上实际上 因为有一批人拥有一种 公有制的价值观念 所以当时也不是实习成 也是有一批企业在成长 一大堆的技术在发展 而我们的核工业啊 船舶工业啊 什么航空航空 那里头的技术进步速度很快 因为里头有一批 有红有专的人 他们在进行政法会式的积累 但如果说一个理发店 也要用计划经济去管理它 理发店的产权是归公有的 然后理发店的理发师 你希望他通过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树立 然后去离好每一个头 你会觉得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就是说 如果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 社会是充满活力的 一定意味着价值观发生的根本变化 社会会充满活力 如果价值观只是部分的发生变化 那只是在这部分发生变化的人当中 充满活力 没有发生变化的那部分人当中 这个社会就会没有活力 我就说的是比较 比较让人不爽 有一些朋友觉得 那时候一切都很好 其实我想他确实有不好的地方 右派不是说 全是在说谎话 右派有一部分对前三十年的攻击 是真的 某些现象是实在的 这不能否认 但右派没有看到 这个前三十年里头 有一部分人是打工公司的 有一部分是雷锋式的人 而且是什么爱一行 钻一行 盖一行 金一行 这种人其实就是以正反馈的方式在积累 他们所创造的财富 他们创造的价值 包括袁隆平这种人 如果看不到 那就看不到前三十年的全部活力 但是我们也有 但是看到袁隆平 看到这个陈永贵 也看到前学生之后 我们也要看到那个时代 确实还有很多的人 他的自私自利自新 是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 在这个人群里头 你怎么办 你要包产到户 他产量就高 你要不包产到户 他产量可能就低 就在这个人群里头 他就是适用 如果这个全国的各个大队 各个公社都有陈永贵 实际上完全可以一直搞集体经济下 什么小港村的故事根本不可能 但就是因为有一些村子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大队 有一些公社 包括有一些县 这里头可能就是 这个干部和群众 他那个社会主义业 他就是不高怎么办 那这个地方 逻辑上讲 是要承认 他私有制 市场经济 会起一定的作用 要允许 要尊重市场经济 私有制在这些范围内 要发挥作用 而这个思路 基本上就构成交流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新认识 那我今天在这里是讲话 一定是遇到的这个 不同意见 主要是来自左面的比较多 我这个讲法如果在主流社会的话 主要来自右面的比较多 就是右的人看左 左的人看 这是右的方案 他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是应该 1992年提出来 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时候 左派认为 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这要搞社会主义 其实市场经济这个词不能用 右派认为 对了 我们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这你说的没错 就是社会主义四个字 是帽子 我们里头要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而这些他用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就是 你没有什么社会主义 不可以用 这就构成两级 一级就是 其实就是要简单 就是要消灭市场经济 还有一级就是要消灭社会主义 就这两级是90年代这个 学术技术争论的一个要害 多少程度上 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现在在争论的要害 搞社会主义的就要灭掉市场经济 搞市场经济的他就要灭掉社会主义 所以都认为双方是有一个共识的 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不可能的东西 是个怪胎 是个畸形儿 是个混血物 是一个杂种子的 我承认他是个杂种子 我承认他是个混血儿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一定是信念你得承认他那个杂种子存在的痕迹 因为你不可能存而有存 存而有存有可能会尽造冒尽会乱臭 这个社会的变化 那就不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你要有允许过度的阶段 把社会主义生意这个概念 再重新提出来 承认他作为一个过度的阶段 承认他是一个杂种 承认他没准还有一点杂交的优势 我看 至少我们值得重新思考 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个概念 按照说这个是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上的 把个字叫社会主义生意 但实际上直到这个 就是92年提出的口号之后 真正在执行这个口号的理念 不是社会主义生意 是资本主义生意 是新自由主义 社会不要盖入市场 让市场自动发挥作用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从来以后到现在的17年期间 国有企业被小托人给关分掉 结果是这个17年期间 两级分化作然加快 结果是这个17年期间经济上完成的责任订务 结果是这个17年期间 上学 住房 医疗 这些基本的福利 人民的基本人权 最近也得不到落实保障 这里头我认为左右两派多多少党都要负责任 右派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负主要责任是什么责任 这事全他们干的 但左派多多少党也要负一点什么责任 如果你左派没有一个恰当的替代方案出来 你如果说要搞社会主义 只能搞纯计划经济公有制的 这个经济体制的情况下 那这个中间的人民群众他不跟你啊 不跟你有情况他就跟你有派 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 所以我认为就是当面临我们全球性的 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这个破产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提什么方案 是不是提存公有制度 存计划经济的方案 还是提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 而认认真真地对待着八个字 把这个八个字 用一家号连结起来 让两个东西都实实实在在的活摇起来 可不可以 我认为这个至少是可以设想 当然这个注意可能有很多不同意见 我今天先暂时不管这些不同意见 总之把这里头会涉及到很多问题 但是我认为 什么叫创新 就是一般在认为不容易 不可能的地方出来的东西 才叫创新吧 我经常用 原浓平的砸销水道那个大比 因为这个人们可能按照老农民种田的经验 就是抗岛福的往往低产 高产的往往不抗岛福 所以你选吧 一就是低产抗岛福 二就是高产不抗岛福 原浓平的意思 咱能不能弄出一种东西来 让它既高产又抗岛福 行不行 老农民就说 这个怎么可能呢 我们种了一千年的田了 一万年的田了 我们就没见过这种东西 我说是 因为你 你没知道这个种子是可以砸交给他们了 是吧 而说呢有一株 比如说田里头就有一个高产田里头 就有一株抗岛福的 或者低产田里头 抗岛福的田里头 这就有一株高产的 其实那个就是希望 然后有人就批评说 这是维新主义制的 而有可能啊 我的意思就是维新主义一般 如果说某一种形态 某一种机制 它是可推广的 可复制的 那其实没准就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琢磨琢磨 要是九二年的时候 我们真的搞社会主义三经济 那应该怎么搞 我认为就是 九二年的时候 假设我们是搞的真教社会主义三经济 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些看法和设计 第一个就是 恐怕要利用正反馈的 创造性的作用 对于有一些人 他是自私的 他是自立的 他是追民的 他是主义的 但是他通过技术发明 技术创造去追民主义 而不是通过房地产倒腾 不是炒期货炒股票去追民主义 这部分人 恐怕还要予以承认 多少还要予鼓励肯定 也就是说 要承认私有制 他和市场经济 要起一个基础性作用 为什么要起基础性作用 就是因为人的私心 很普遍的 比较强的情况下 不得不让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起基础性作用 在竞争性的 创造性的领域去发挥作用 假如说我们人都可以无私 那这个就不需要 如果我们立刻可以无私 那些东西 长眼是肯定可以的 但那立刻你做得到吗 立刻我觉得是 如果你做不到 要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在这些领域还要起基础性作用 第二 要抑制 正反抗机制的破坏性作用 这个 怎么样正反抗机制的这个破坏性作用 怎么去抑制它呢 就是要确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主导性地理 对那些垄断性的资源性的基础设施性的财业 要公有化 因为说到底比如说我们的大同域化 或者我们的打清流亭 假设说他们产权归私人所有 写不清 这是鼓励创造的还是鼓励腐朽 如果说如果说三脚架这个产业 我们允许私人去研发创造 搞出来更精致的 更有效的三脚架 而这个可以是有创造的 如果你把大同域矿 你让它私有化 这不是鼓励创造 是鼓励腐朽 核心原因在什么地方 核心原因就是 这个矿主 它是把地球上数亿年间 正反馈积累起来的资源 是因为它个人所有的 这种领域里的私有化要排除 这种领域里头就应该搞计划经济 那当然还包括 还包括比如说 我们的首部机场 什么上海的普通机场等等 比如长江黄河 这都应该是公有的 是吧 自来水啊什么 这都应该公有 包括大学啊医院啊都应该公有的 这个是要抑制正反馈的破坏作用 如果少数私有的 拥有这些大型的产业 它积累各类强 社会迅速来的明化 接规于援走之间的 那么国家可以鼓励 技术性创造性的产业的 私人拥有长期经营 甚至可以允许 甚至可以允许出现 私人拥有的大型的技术性产业 所以要搞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啊 就你认为市场经济 是私子还没有理解 不能光想来跟社会主义私子 不能因为看到出现了 中国的IBM和中国的Sony 这个假设是它正是从头做起来 我看也可以允许 然后 要取消那些非生产性的正反馈机制 比如说股票市场 我认为就要取消掉 期货市场就要取消掉 衍生金融商品就要取消掉 因为这些市场 只有破坏性 没有生产性 只鼓励投机取巧 不鼓励生产实干 你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你就得 你就得注意社会主义私人 可以承认当年说 你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你得搞清楚 得情报制服 不能投机取巧制服 那股票市场 有人说这个 比如说张文良同志 可能就不同意取消股票市场 他认为美国股票市场很好 他监管得非常好 我说道理还是不相信 我认为这个 这是我们俩之间其实非常重大的残疑 在这个地方 我可能是 就认为就是取消败之类 股票市场我认为就直接就取消 取消应该的话 这个融资问题怎么办 融资问题 可以开放 在有国有银行 精英成长的前提下 允许开放私人银行 甚至允许私人银行做大做强 我们这个气候要大一点了 因为对股票市场的监管难度非常大 对于银行的监管难度就比较小 你想在股票市场上去监管那些大恶的新工作吗 这个 确实不容易 我们0607年的股票市场 大起大落 最涨沙跌过程当中 无数百领的钱财 就经过一小部分的招量的药包 他们赚的钱可不止是十倍 他甚至是几十倍上百倍 一个亿他弄出一百个亿来 他赚是干什么了 他什么也没干 他经营大型钢铁产业了吗 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 某种什么计算机的 或者投影迷的现金技术呢 他什么都没干 所有的生产性监督性的 建设性的工作都没做 钱就把他都没抢 所以那帮这个搞实业的老板也很生气 他觉得 我们心里不够做实业 最后 都给你们这帮人把钱给找好了 期货市场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股票市场洗的是中产阶级的钱 期货市场就洗的是资本家的钱 因为期货市场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 多少搞实业的 比如说搞铜加工的 搞铝加工的 因为这个期货市场的狂起狂落 囤积 囤积链 最后一想要掉下来之后 多年辛苦的经营来 结果赔的 去本位 他觉得最期货市场 国家为什么要设置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融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依据这位参照 就是德国和日本 在他们 奥尔战以后 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里 就从40年代到80年代 德国和日本 他们的企业的融资 主要来自银行 百分之九十以上 甚至更高 来自证券市场融资的比例 那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后来等到德国和日本的证券市场 融资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就垮掉了 经济一路衰退 本来说这个证券期货股票 这是要服务于生产的 如果你就是跟生产完全像违背 是高达生产 甚至出现一个完全相反的机制是什么 就是实业上的投资机会很多的时候 资金都进实业 股票市场低迷 经济繁荣 股票低迷 等到这个实业当中 这些越来越没有投资出路的时候 那些钱都转到股票证券市场上去 结果是实业萧条 而证券一路猛冲流逝 这种纯粹投机性的市场 是个世界性的现象 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家的现象 要考虑到这种情况 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就取消 当然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它逻辑上也是要保护私有产权的 说那我已经买了十万口的残务票 或者我已经买了一百股的这个 这个孩儿股票咋办 你一取消掉我这个就全炮它了 哎不哎有办法 咱现在也觉得要聪明一点 可以 这个你一百股的孩儿股票 或者一万股的残务票 还是胜利的 你还可以分红 产权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对不起 你买进这个股票只能在一百八十天以后 或者三百六十五天以后再卖出 就你要做长期投资还可以 你想要今天买进明天卖出对不起不行 你想炒作 那你困难大打下来 你持有 你不就相当于存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吗 你存去买 这就是保护你的私有产权 但是对不起 就 取消你的投机成本 或者尽量的 一致大部分的投机成本 你完全取消其实也不可能 期货实上也好办 说我买了两两两千吨的铜怎么办 你说取消期货实上两千吨的铜 我是不是也要没收 也可以不没收 非常简单 你不是买了两千吨铜吗 你用多少保证金买的 你用5%的保证金 对吧 买了两千吨铜 对吧 我让你追加保证金到百分之百 就可以了 你不是要买秋季的铜吗 你春季给我付百分之百的货款 可以啊 去啊 这就是说 真是要让那个期货市场回到你那个 套机保值的轨道上来 不能是最后是这样 你是用5%的保证金去做百分之百的生意 整个是在放大风险 这就是可以啊 因为 然后大家觉得这没劲 又退出了 退出了之后就关掉了 那你得有一个允许过渡吗 你得有一个过渡过程吗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也很好 也很好就存在 这个衍生金融商品 中国信号还没开放 但是快要了啊 股指期货就是一种衍生金融商品 股票市场都要取消 要怎么样关掉它 那股指期货就更不应该出现 但是我告诉主委 股票市场也好 期货市场也好 衍生金融商品市场也好 它都是遵循市场可以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机制设计出来 它因为没有这个你无法定价啊 啊 这么定价 定价就是有相当成分的计划定价 就市场定价成分就不充分 但还有啊 很不充分 第六就是教育 医疗 住房 保险等基本需求 产业 主要有政府结局 那么 教育 教育回到咱们免费教育的时代 住房 住房可以两种方式 一就是允许这个 集资建房 那包括单位建房 你只要集资建房 建房单位建房 这个东西一起来 实际上那个商业房一台 他自己就下来了 他更撑不住 当然 当然 我们现在的这个联租房啊 经济使用房 因为 因为这种集资建房和单位建房的兴起 连经济使用房和保障房的价格都可以一路往下变 这是可以这个住房工友化 但是这个工友不是纯工友 一大二公的工友 你可以集体化 你可以单位化 还可以干净的手 至于说医疗 医疗其实也应该是免费 但医疗领域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医疗最根本的问题 是美国市的西医的医疗体制 存在根本问题 只要是美国市的西医的医疗体制不变 对不起医疗问题 无论是工友还是私有都不能解决 美国的医疗经费占到美国GDP比高达14% 这个就是光开病就可以让这个国家破产知道 因为它逻辑上是这样 所谓私有和工友是什么 就是医疗体制 如果是一个私人支付的医疗体制的情况下 就是医院让你居民个人买单 如果是免费医疗的情况下 就是医院让国家买单 知道吗 这个医院它是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一个体系 看见吗 你只要这个西医的自我膨胀体系 也要增弹 要我的价格越来越高 技术越来越先进 最后医疗费越来越高 你还是阻挡不住的一个趋势 你要这个不变 工友和私有都不小 医疗的医疗集团的这个 这个这个自私自利的特性不加医治的话 医生如果说医生医疗集团 以及那个什么药研究什么医疗开发的产业 那个自私自利的特性要是不变的话 你工友买单和市和和居民买单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问题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总之方向就是也是要免费医疗 但是按照中国式的中医的医疗 可能把医疗费用可能降的很低 甚至干脆大部分人不生病 那为什么不生病呢 我觉得最完全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西方医疗体制 除了这个医生 医疗研究人员他们自私自利之外 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我们今天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时候 这个高度竞争啊 身心疲惫 然后交流 忧郁 郁闷是吧 就这种负面情绪长期存在的情况下 失眠对吧 你这个一定是得进医院的 然后是 然后什么什么这个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癌症对吧 现在第一大是什么吗 癌症 什么因为你要抢速度 赶路车祸 老师吧 这个老师讲如果在一个竞争比较缓和的一个社会里头 大量的解决可以不生 不生的情况下 还要医院那么庞大干什么 就是老老师讲这个医院的这个作用呢 有一点像这个我们的公安部 如果这个社会上没有抢劫杀人放火盗窃 就是这个事情要是没有的话 他那个公安部是没什么干的 所以公安部怎么样显示自己业绩很好啊 就是我抓了很多的罪犯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干脆没罪犯呢 公安部自主制造 对啊 公安部要是要是自立的一个公安部啊 他要扩大自己的公安干警的编制队伍增加经费的话 一定希望是能看到一个好事的 所以告诉大家就是医疗这个行业 如果不是说有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的这个社会 我们把竞争程度给它降低 不是没有啊 保留一定程度的 大概要降低 生性的矛盾缓和 其实首先就是生病的人就减少 特别是慢性病会大量的减少 这个然后呢 医疗体制当中加进去大量的这个综艺成分 比如说马月龄的书 人手一本 是吧 这个东西就就让你自我保健方面可能会做的比较好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这个 就就没必要去攻克癌症 因为他没有了 他消失了 在这个地方我跟西方的这个医疗体制 这是我我真的有非常大的这个意见啊 那我说过一个概念大概就是说 随着西方的医学 原来就像细胞生物学什么分子生物学发展 他一定要到人类的基因当中去寻找癌症的根源 他就走进死活动了 癌症根本就不是说我们生来有一个基因让我们得癌症 错 是因为焦虑 因为郁闷 因为藏起失眠让你得癌症 是社会让你得癌症 根本不是你自己的基因让你得癌症 基因每个都是好的 就社会是坏人 知道吗 按西方的逻辑 社会是好的 有问题全是你个人的事情 甚至你基因的事情 甚至你遗传你电量的事情 这是西方的逻辑 可以吗 犯罪他说你有犯罪基因 你坏的社会我干嘛不犯罪 就我身上哪有什么犯罪基因 他都在社会弊的 知道吗 好 最后我一直还要取消保险 就私营的保险公司通通撤销 如果说还留一两家供应保险 解决一些小小问题 大问题全部是各级政府包起来 你们家房子烧了 政府帮他建 知道吧 你们家大灾大灾全部政府包起来 这本来就该 原来也是这么做的 你包起来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需要钱那么多保险条款合同 你不需要去熟悉的对于歪理 歪理协说 就你不需要去跟保险公司去博弈去了 你绝对玩不过他 因为其实有些人不保险他没事 一保险就 就着急上罗 一着急上罗 结果还生了病 这个病都是这么来的 你这是保险的 对啊 罗的就是这样 因为你本来以为保险之后 他就应该 比如说我出了车祸 他就应该保我身心 他们最后说 受伤是对你 压患的是哪个部分 说是脚啊 还是手啊 还是这个腰啊 它每个部位价格不一样 知道吗 他们整个是个人体器官买万和同 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 保险公司就可以取消掉 取消掉之后 他就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 就是说 因为这个靠社会保险嘛 你就得 你就得表现好一点 你表现很不好 社会就不给你保险 这个道德就可以恢复 现在这个 你有了保险公司的情况下 我一个坏人 完了 我坏是做绝 我把作为灵力朋友都给得罪光 只要有保险公司 我还可以无所谓 他也知道吧 就保险公司是这么一个破坏社会道德的一个机制 我看 所以把它盖走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难 好 第七就是实行高额的累金所得税 遗产税和赠余税 这些都是西方特有的啊 就是说 都已经有的 不是叫特有的 高额累金所得税 遗产税和赠余税 就这个钱 你首先赚到的那个时候 先交一笔所得税 所得税高的时候可以达到90% 你赚了 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你赚了 赚了100万之内 你交的是比如说30% 就是你30万交掉 你1000万之内交的是50% 5000万交掉 你要你到一个亿的时候 对不起 你可能就交掉70% 你就就7000万交掉 你赚了10个亿的时候 对不起 你交9个亿交掉 反正还是给你剩1个亿 这个也行啊 你也是得到的报产啊 但是这个 你方法给你缩小 这个就是在这个 正反馈机制下 加了一个 副反馈机制 知道吗 第二个是 遗产税和赠余税 遗产税就是死亡税 死了还要收税 这个 巴菲特 BMS这种人都支持遗产税 知道吧 就按说他们是遗产税 最该反对的 但他们也有个理念 说这个人都死都死了 知道吧 把遗产给孩子 害了孩子 还不如现在呢 教了吧 让孩子从头奋斗 给他留一点就够 知道吧 遗产 虽然是你死以后 再对你争担 所以这个主意 按说应该小一点 但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流行 现在主意也很大啊 那就赠余税 就你这个东西 说啊 既然是说你要收税 干脆我送给别人行不行 对不起不行 送的时候要交税 比如交50%的赠余税 你要送给别人300万 你先交150万给政府吧 这可以送 可以送 我现在是总的还要 应该加一个持有税 就你手都不动行不行 交持有税 因为资本就是资源 就你这个资源老放在哪不动 你不是闲置吗 资源浪费吗 对吧 这个网络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增的房产税啊 就你比如说第二套 第三套房子要交物业税 就是持有税 你只要保有的房子 对不起就要增税 所以这个我讲的全是有市场经济依据的 可以吗 他们不能这么干的 我会把它提出来 然后要争取国际上的固定物理的机制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 它不是中国特色的 是有全球普世价值的 我们要全球去推广我们这套体系 国际市场上我们有一套说法 比如说 因为大家都照我们这么做啊 就是遗产税啊 资源税啊 持有税啊 都加进去 这个形成一个国际范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操影 啊 这个好多北欧国家做得到 让美国也这么做啊 那就是这么来啊 然后这个国际市场上 一个要争取固定汇率制度 就你这个服务汇率制度是培养了一批国际外汇的炒家 你国内要取消投机 国际也要建议取消投机 有人是设想过的叫脱兵税 就是说你炒外汇的时候要交1%的税 就是你把美元卖掉买成澳元 澳元卖掉买成日元的时候要交1%的这个 汇率交易税 这个叫脱兵税 我一直干脆甭了 咱直接回到固定汇率制吧 美元跟日元跟这个人民币多少对多少 然后这个固定汇率是可调节的固定汇率 各国中央银行出面商量 所以咱这回是多少万 下回是多少万 隔一年商量一次 这个就是也有一定的可调节性 但这个就等于一个重要的价格 就是货币价格是由各个政府共同商量的 不是市场自我调节 那么九就是倡导国际经济性政策 首先是建议由于世界政府 把美国从中国赚的钱再返回到中国来知道 因为要调节 调节这个由于世界政府的情况下 要调节这个周一周之间 国与国之间的贫图参与 这个才叫世界政府 说这个世界政府非洲人死光了我都不管 是吧 这个中国人穷死了也不管 就光顾美国人这个富裕 那就不掉世界政府 叫美国政府是吧 世界政府对不起 就像中国政府对四川 对于西藏 对于青海的发展 负有责任一样 世界政府就对世界各国的 拼不上去的调节负有责任 现在不是这个中国也在畅导要建立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吗 干脆咱走得更远一点 世界政府先去 然后说做不到怎么办 推而求其次 全世界都搞贸易保护 各国搞各国的贸易保护 因为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让世界力最小滑 全世界都搞贸易保护 就让全世界各国都成为工业 都发展起来 这个都好 要打破自由贸易的这个神话 提倡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 各国各保护各的 你美国可以保护你的 然后我中国也可以保护我的 完了我们双边贸易 公平贸易 扭转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这个趋势 接领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人家不干怎么办 我们先带头走 退出WTO 知道没有 我们是在先用双边贸易去替代多边贸易 这样我们中国国内的豆腐产业 就像日本车底开发 但是我们的钢铁产业 我们的机场产业 我们的飞机产业 对不起我们保护起来 就是我们需要发展的这个战略产业 没商量我就政府采购了 没商量我就要研发了 没商量我就有200%的关税 你还不跟我说 就这么高 你愿意在200%关税的情况下 再卖给我飞机汽车我也要 知道吗 然后在国际上 倡导低商的敌 重视我们整个人类 正在通向毁灭之路的这么一个现实 正在走向全人类灭绝的这么一个现实 要批判以美国以西方为代表的 这样一种高消费的文明 物质主义的文明 那东西其实是野蛮 把它的文明两字盖成物质野蛮 知道不叫物质文明 因为他都要让我们全人类灭亡了 你说他叫他文明不是太客气了是吧 这么的去形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世家族的推广 咱也搞普世家族 按照这个思路 如果我们92年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套设想 我相信18年之后 我们就能够躲过国际经济危机 我们要能够在世界落入危机的时候 我们向全世界把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一展 全球都跟我们学习 这就行了 可是我们92年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 所谓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搞的搞的就是跟接轨 跟西方接轨 所谓接轨就是西方没有的坏东西 我们也要有 而西方有的坏东西统统引进 看见吧 没有坏东西我们创造出来 自己玩是吧 然后西方有的好东西我们坚决不引进 而我们有的好东西要把它干掉 这个就是后来对我们92年以后干的事 这我觉得是我们指导思想上 是我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 那种市场万能论的严重的影响 它导致的结果 这个我意思 这话就是PPT是结束了 话还没有结束 结束没结束就要从这个四个字开始 就是整个前面讲的这套东西 实际上是既要右派解放思想 我也希望左派解放思想 两边都要解放思想 然后咱们来一个团结一致实事求是 下前看 再看一次 十七届六中全会 对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再做一次决议 十八届了 十七届六中全会 2011 你这些的感觉怎么办 在文化打个命干 这个 罗上讲 我认为这个 是一种需要 因为 我可以承认 前三十年 中国 走的 我们犯了错的错 但你是不是也要承认 后三十年中国犯了六个错 在这咱俩不撤兵 哈哈哈哈哈哈 看 然后 都扯平的情况下 我们对六十年的历史 做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总结 我们可以承认这六十年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六十年 存在巨大的问题 我们要承认 甚至还可以承认 这六十年里头 取得的伟大的成就 和存在的严重的问题 都是 这个我们党 在前进路上 取得的成绩和犯下的错误 都是他所当前进到我们的错误 但是既然是有错误 就得改 就都得改 前三十年也许过种的错误 得改 后三十年也许过用的错误 对不起也得改 这个 可以说我们 至少我个人多年来在讲 所以实际上 形成这样一种新的共识 是需要 需要一种新文明 需要一种新文 就我们今天 为什么这个党 它腐败的没有直径 它是一个无边界的舵 为什么这种情况 因为失去方向 失去目标 失去共识 如果说重建目标 重建方向 重建共识 这腐败企业史 可能一下子还刹不住车 但它能够慢慢的这个 刹不住车 甚至逐渐也得挑好 这个 这三十年 该开放的三十年 在在座的这个朋友们看来 会觉得 问题多多 会觉得 这个贪官 历史越来越贪 越来越负 你站到这个 另一个角度去看 他们会觉得 这三十年 如果我要真像你们说的 那么贪 那么负 不需要三十年知道吗 三年就够 三十年完成一个政权的腐败化 那里头还有季节健康力量在起座 才能让它腐败三十年 知道吗 这个政权里头的季节健康力量 它不停的在起座 不停的在阻缓它这个 这个衰退 腐败的速度 当然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能量浩劫的这个地步 能源 另一样来自何方 就1981年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中国前三十年做了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对凝聚党内的共识 使得党内的相当一部分干部不至于一笼子 到腐败的黑窝里头去 起了重要作用 你可以说他们不纯粹 不彻底 可是他们 也没有在腐败的路上那么纯粹那么彻底 它两边都不纯粹都不彻底 所以迷迷糊糊的 走过三十年 看 假如说真的是有这样一个 这个清晰的图景 可以供大家参考 可以供大家理解 可以供大家去描绘 相应的形成新的社会共识 其实中国 没人还可以再走三十年 但有些朋友已经等着急了 他说 他现在麻烦就算了 这个再等三十年 我怎么得了 是吧 哪一个新人可能这么下 但我认为 如果真的中国 这个 能够 能够有新共识 能够逐渐缩销两极风化 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施展经历的一个模板 再走他三十年 我不管他三十年以后怎么样 那 你看了这个三十年期间 资本主义世界 一个个的斯安洛 那很爽 知道吗 真是一个世界事业 如果说我们跟他们一起完蛋 都 你乱为了 这个 我们实际上 这个 那至少说 他也是有损失的 这个 这个 而且真要乱起来 是不是对工人农民真好 也难说 你觉得现在已经是很难受 是吧 大才是地狱的第三层 后面还有地狱十八层 已经是一个社会 不好起来 你不知道他 抵在什么地方 知道吗 跟股票上是一个概念 你觉得这个 到了三千年 我已经都赔死了 他还可以到一千六呢 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 就是说 希望 左派右派 能不能都解放一把思想 要从整个西方 十八世纪以来的 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 这个体系里头 解放出来 不要 我们真的来一个实事求是 看 那这个最后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思路 它意味着 得出现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是能够经得起腐蚀的 能够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轰炸的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执政群体 这一切都没有可能 这也是左派衔主门会给我提出 一件最大的 说这个当年毛主席搞新民族主义的时候 跟你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点下位 他当初为什么要搞社会这个改造 就是因为我们党的队伍 经不起资本家的糖衣炮弹的进攻 知道吗 那些这个资本家的糖衣炮弹 他都是 什么叫糖衣炮弹 他一定吃起来是很甜的是吧 就是什么叫腐蚀 所以腐蚀就是你的所有的需要 他都给你细心做到的考虑到 你领导干部的需要 都有人给你细心的考虑到 你的孩子要出国 他们外面给你准备好这个卡 你如果说你销售不起这么厚的饼 那这个从天酒开始 从交朋友开始 你喜欢画的给你送画 喜欢石头的送石头 有病的给你治病 总之吧 这个人也是这个水银泻地无所不用其极的 可以对干部进行腐蚀 因为市场经济这个私有制 和市场经济在这种腐蚀的力量 就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你又要社会主义 又要市场经济 这市场经济的基础 就会对你社会主义的这个少顺街头 构成强大的腐蚀 我承认会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也认为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 这个中国共产大爷一直讲的叫 巨蚀是有不专心的 是不是有可能设想有一部分人 他确实可能有比较高的思想觉悟 知道自己手里头权力的分量的重要性 能够 能够在比较定的心罪下 自觉的认认真真的 勤勤恳恳的 为人名不 不单是联赠 而且是勤证 那作为可归想 这群不是大傻貌吗 什么看了别人发财 他自己说的守得清脸 是吧 就需要这个看了别人发财 守得自己清脸的这么一个群体 那说这群体不是大傻貌吗 我的意思不是 这群体是个什么群体 这个群体所感受的 所享受的 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幸福 他在精神境界上就高出一头 因为你赚钱赚的一个人就多 最后是你在自私自利的感觉下 你其实是 你是痛苦的 守得一个相对清平的这个情况下 你知道你真的是为 不单是为中国 我们的强大 决起社会的公正公平 你是社会的支柱动量 而且你是在引导整个人类 避免毁灭 这种相对的清平 难道不是意义极其重大吗 你这个相对清平是在总结我们前三十年 后三十年反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 你守得住清平 也就是说你是把共和国的六十年历史都放在心里 你这是可以把世界 世界 毁灭的前景的 考虑在心里 这是你守得住清平 而由此 由此可以说 出现一种新的家族观 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由此有可能让人类社会 走出史前社会 咱对清又回到马斯的概念 就我们现在就是 觉得 要什么什么这个看着财富守住清平 觉得这人 不是人是吧 这个 就无论是公有之和私有之 你只要还在乎金钱在乎地位 完了在乎自己个人的这个 怎么样的自我中心的这种评判 就说到底还是在动物世界 还是史前社会 OK 我们会出现一个提前进入 人类社会的一个群体 那这个多好 是吧 所以 所以主要我认为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社会主义士兰尼的这个方案 退是可守的 进是可攻的 竟可以进到一个更好的社会里头去 退 我们至少 可以说 可以去解决新自由主义 给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造成的极其严重的 量金融化 环境污染 而生态危机 社会不公的一系列的问题 你看 这样就是 这个社会主义士兰经济的一个基本理念 而这些签证建立在对正反馈这个概念的认识之上 我就说到这里吧 谢谢